在国际奥委会的网站上 是这样评价1988年首尔奥运会的 通过成功的举办奥运会 大韩民国成为民主国家 韩国民众用鲜血和生命换来的民主成果 为奥运会的成功举办提供了保障 而奥运会的成功举办 又大大推动了韩国民主化的进一步发展 奥运之后 韩国的民主化进程 进入到了一个新的历史阶段 奥运办完十月份 全团就向人民道歉 然后躲到庙里面去闭门思过 就清算要开始了 法治的国家是按照法律程序 先发动国会的调查权 那么国会经过听证会 88年第一次 韩国人民是从电视的实况转播 国会的答寻 答寻当中第一次播放了 镇压光州事件的录影带 光州人从来不知道他们是怎么被镇压的 全韩国人民更不知道 当时德国记者拍了 日本NHK记者拍了录影带 传到教会之后 那么天主教会在198687 先在光州放给当地人看 那么到88年国会听证会的时候 才第一次播出当时是怎么样血腥镇压光州 韩国全国哗然 怎么会这么残忍 这样的军人为了权力 用那种最凶悍的各种作战部队 去镇压光州 而不是用镇报警察 然后韩国人看到那么血腥的场面之后 全国愤怒 所以要求清算 所以他那个整个是有全民的共识 因为各行各业 公务员 司法 媒体 学生 检调 都受到第五共和的这个高压控制 高压统治的迫害 所以各领域的人都有受害者 那再加上全国人民看到那样子的血腥场面之后 所以要求清算过去 清算第五共和的列行列基 是全民的共识 到1993年 金永山以这个无人政权第一次当选 无人总统当选之后 那么他因为要跟前两朝的军人政权切割清楚 他就开始重新定位光州事件 或是叫做光州事件 或是光州抗争 政治改名为叫做光州民主化运动 承认他们是为了争取民主 而展开的抗争运动 光州民主化运动 是在金永山政府的时候 然后呢一直到95年的11月 金永山就下令他的政府 草尼光州特别法 一个是光州事件的赔偿法的特别法 一个是涉及扰乱国家宪政秩序的犯罪行为 不涉及追溯时效 永远可以追溯 这两个特别法定出来之后 由国会朝野一致通过 even在朝野党也支持通过这个法 因为那是全国人民共同的愤慨 当然他们有个含义情况 就是金永山我觉得他有点非常可取 就是说全斗汉跟卢太宇 他们当时能够军事政变成功的一个真正原因是 全斗汉是陆军官校正科班第一级 第一届毕业 而且全斗汉是第一个升上少将 挂上新兴军阶的将领 那他组成一个一心会 等于是他自己在军队里面当老大 在军队里面组成一个自己的帮派 因为韩国人又很浓厚的那个尊卑关系 学长学弟的那种关系 所以学长带头 学弟下面一群十几个将官都跟着他 那这一群一心会的 就是他们军事政变的成员 那金永山上台之后 就刻意强迫下令解散这个军队里面的非法组织 而且他刻意说 你曾经是一心会的 我就不谨声你上新的军阶 他提名国防部长 就不用一心会的人 完全把一心会架空 那就是说 当然在清算过去的时候 会碰到很多主力 包括既得利益势力 过去的 他拥有的既得利益 他怕既得利益被清算 所以他会抵抗 军队也很大的力量 但是军永山就很技巧的 一步一步 铲除掉他们的军权 把他们架空 或是强迫他们的退伍 退伍之后 他没有军权 没有枪杆子在手上 他没办法兴风作浪 所以清算是 先把有实力的 或是既得利益者 有枪杆子的排除掉 那么再透过立法 来定清算的特别法 这两个特别法定出来之后 两个前总统就被逮捕 就是说 后任的总统 要有那个胆识 要去做 要去清算 然后国会议员 加上司法 媒体的配合 加上民意的力量 光州事件之后 整个社会的社会力量 透过社运团体 发泄出来 所以他们社运团体 力量非常大 那社运动力量 又跟国会议员 跟民意代表结合 那所形成的那种 要求平反 要求清算的 声浪就很大 1996年2月28日 全斗焕和卢泰宇等16人 被起诉 8月26日 全斗焕因军队叛乱和内乱罪 和内乱中的杀人罪 被判处死刑 卢泰宇因叛乱内乱 主要任务从事罪 被判监禁22年06个月 至此 光州事件在法律上得以证明 那么大家看到1995年12月 两个前总统 戴着手铐上法庭 我觉得这在建材史上 是警戒的 第一个例子 到97年12月 金道中当选 到1998年 金道中政府正式上任之后 才特色他们 尽管说他们被判得无期徒刑 被判了22年半 实际他们坐了两年半左右的牢 那这就是他们清算过去 用法律 用特别法 尽管说为了追究真相 为了要求平反 为了清算过去 韩国人用过很多激进的手段 激烈的手段来抗争 但是那是相对于 军人独裁政权的高压统治 他们不得不这样子的激烈手段 我后来发现 好像认为说韩国人很强悍 好像个性很冲动 很暴力化 以暴易暴 事实上我觉得从他们宣判完两个总统 那么中的罪之后 两年多之后特色 我觉得那个还是有基本的人道关怀 我并不是要把你犯罪 以一命长一命 这样才能够达到所谓的清算 那其实那就是报复了 那我觉得他们还是站在基本的人道关怀 就是说OK 我这样的判例定下来 我已经宣判了你这两个前总统的 政治上的死刑了 你们没有在政治上兴风作浪 你们没有再有参政权 你们已经被宣判政治死刑 这样的情况下 我给你人道的生命的保障 两年多之后特色 所以我觉得基本上感觉起来 还是相当人道主义的 所以我觉得这是蛮可取的地方 那么清算过去完成之后呢 为了以后不再让这种 大屠杀的悲剧再重演 那么他们就设立了各种 像国家人权委员会 像真相和解委员会 透过这样子的政府层级的 国家级的机构 他们那个委员长都是部长级的 透过这样的制度化的机构 来保障人权 来巩固民主 所以一个法治社会的清算过去 跟以后持续的保障人权 这样的工作一定是用法律跟机制 设立政府机构来保障 那有了这样的特别法 跟机构设立以后 才能够形成文化 社会文化 让人民开始建立共识 有法律保障之下 我们这个国家 以后绝对不会再发生 大屠杀的悲剧 他是有法律保障的 公司 有法律保障的